健康默博主持 陳凱欣 Hello 大家好 又到星期四 下午1時至2時 健康默博的時間 今集除了欣欣之外 我們請來了好幾位嘉賓 如果大家在直播畫面上看到 今天都藏門了我們的直播室 首先介紹我們的客席主持 張志雄、Muffin 繼續有 Hello 大家好 我是Muffin 另外 今天我請到兩位很特別的嘉賓 如果說香港乳癌治療的權威和先驅 甚至乎有乳癌聖手的美羽 就坐在我旁邊了 就是我們香港乳癌基金會 創會人張淑儀醫生 朱醫生 你好 你好 另外還有一直不為餘力 推動我們香港的癌症 其中特別是關注我們乳癌的西查 就是我們癌症策略關注組召集人 麥嘉欣醫生 麥嘉欣醫生 經常都叫做醫生 因為他的運動是很像醫生的 很多人都誤會 多謝你Rebecca 就請了Sam上來 我們今集大家都知道 請了兩位關注癌症 特別是我們乳癌方面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Muffin 我們有好消息 沒錯 因為政府走了一步 沒錯 其實上個月尾 政府終於公佈了 今個月六號開始 就會推行一個 乳癌西查先導計劃 這個其實我想民間就很開心 很多組織 很多關注乳癌治療的朋友 爭取了很久 我想真的要問一下兩位 在爭取過程當中 有沒有甚麼難忘困難在這裡 因為這個政府在九月六號 即今個月初就已經開始 為期兩年 我們說的現在好像很輕鬆 我跟Muffin說 但我們好像在等著這個篩查 我們本身是希望乳癌的全民普劍 但現在也叫做走出一步乳癌的篩查 我想首先要問張醫生 這個乳癌篩查暫時就是為期兩年 但一直以來爭取了很久 這一小步你覺得有甚麼意義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是在乳癌篩查 在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因為政府現在說這個是一個乳癌篩查 以風險為本的先導計劃 是為期兩年 我們其實想起 我們2005年乳癌基金會成立的時候 那時候的政府指引 反對做乳防X光造影檢查的篩檢 認為是甚麼呢 就是說我們中國人的乳防小一點 密度高一點 我們發佈率也沒有外國那麼高 所以外國需要做這個篩查 我們未必適合的 所以引發我們想 究竟我們香港人或中國人的乳癌 跟西方沒有不同呢 於是我們成立了乳癌資料庫 就去看這個問題 16年以來的數據 我們都看到其實我們的乳癌 那個腫瘤的特性 跟西方沒有分別 我們唯一分別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的乳癌的病人 發病年齡的中位數是低一點的 更年輕一點 是年輕一點的 第二就是我們的期數是比人差一點的 因為在國外80年代開始 都已經有乳癌篩查這個項目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找到的病人 都是以第一期為主的 但是我們是第二期為主的 而我們當時的乳癌的第三 第四期就是晚期癌症 佔了四分之一的 有百分之二五的乳癌病人 都是比較差的 而人家有篩查的 有百分之十五以下的 所以這個分別就很大 過去那麼多年 我們其實都除了成立資料庫 去看看究竟我們的香港乳癌狀況 怎麼可以為我們提供到一些資料 看看究竟早期發現是否有幫助之外 也都在2010年得到馬會的資助成立了社區的乳健中心 我們是第一個機構是為香港的女士 尤其是低收入女士 提供一些恆常的免費的乳防X光造影檢查 以及一些有資助的乳防X光造影檢查 過去十年以來我們看到的數字 我們大概沒有症狀的女士 就是摸不到的乳癌 之中有一千個人是找到七個的 這個跟世界的標準 通過篩查找到的癌症 國際標準是一千個找到五至十個 即是我們的成功率是跟國際標準 是達到國際標準的 即是說如果我們在香港推行乳癌篩查 基本上成功率是高的 那一定要問Samuel Samuel就是我們的癌症策略關注組召集人 以往經常都看到他 在哪裡看到他呢 不是在錄音室 是在立法會社會都看到他 因為你都對推動乳癌篩查 這個都不為餘力 但我現在看到 政府我想很多聽眾和觀眾都會問 什麼人今次可以參與這個千度計劃 因為剛才聽到張醫生所說 就是一個月以風險為本 現在政府公佈 就是44至69歲合資格的婦女 就需要繳交310元的年費 而且每次檢查另外要給225元 我先問Samuel 這個收費你覺得還可以嗎 還有是否吸引到 還有暫時好像看到只有三個健康中心可以做到 有沒有說有一個願景 其實可以 兩年內有沒有機會可以再做大些 或者多些人受害呢 好啊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先導計劃 我想政府都是想透過這個先導計劃 去看一下不同的 可能有高風險的病人 有家族人啊 有家族市啊 甚至沒有一些普通的婦女 是怎樣去做篩查 怎樣去做呢 那個錢、錢、錢 亦都是不是可以承受到呢 我覺得作為一個先導計劃 其實是走出了第一步 我們和張醫生 就是大家過去那幾年 一直都想說的 就是說其實不應該是一個 只是風險為本的 應該好像其他國家那樣 譬如台灣啦 其他國家就是40歲以上 政府都應該有個資助 或者甚至是免費 一生人給他一次去做這個篩查 因為我們覺得 這個普及一點的篩查 是真的將那個 剛才張醫生說的 就將那個 那個乳癌的發病率 還有其數呢 是推得前些 還有減少那個風險 那這個都是我們的遠景 但是這個篩查 我們明白這個先導計劃 是一個第一步 那我們期待是 第一希望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可以拿到 還有希望下一步 就是推廣到更多更多市民 可以受惠 這個就是第一步 我們說到 這個乳癌篩查 但以我所知 這個第一步 都不容易 過去幾年 其實兩位都不為餘力 出了很多力 去爭取回來 因為都不是 以我所知 當初這個想法出來的時候 在政府那部份 好像不是相當正面 我可不可以 中醫生 或者中醫生 都說一說當初有什麼困難 是 我想篩查的意思 即是 你是健康的女士 是沒有症狀的去做篩查 所以 會不會發生一些假陽性 這個問題 都會存在 我們說一千個 都七個乳癌 當中 可能有 另外幾十個 會找到一些不正常的東西 然後經過檢查之後 發現沒有事 所以有一個叫做 令到那些婦女 有一些過分的緊張 因為找到一些東西 然後再去做一些檢查 才發現是沒有事 這些都是一些其中的因素 就是說 你不應該去搞他們 不如有症狀才算 當然這個 我們是不會同意 因為香港養涯基金會的姐妹們 患過養癌病人 都會知道 及早發言治療關鍵 你能夠早些發現 那當然好些 因為病情輕一些 又不用經歷那麼多痛苦的治療 還有生存率是保障 所以這個一定是有用的 所以基於此 我們都 香港養涯基金會 亦都提出 乳癌篩查三步 首先 應該通過香港自己的一些研究 去看一下 究竟乳癌篩查是否適合 我們當年 其實跟高雄養局長 是提出了 我們說 我們在觀塘區看到 當是未有一些 乳癌的知識的時候 他們那裡的龍頭醫院 即聯合醫院 找到的乳癌的晚期 是佔了35% 於是我們跟聯合醫院的 外科部合作 就是在觀塘的社區 推廣一些 乳建教育 以及提倡一些 乳建檢查 所以 今天他們都已經 減低到少於兩成 所以我想 這個是教育 會影響 女士去做檢查 當然 摸不到的乳癌 先是我們希望能夠 有乳癌 都不幸運的話 都不要等到很大的東西 才摸得到 所以我們 提出了 推行 乳癌篩查三步走 第一步 首先為高風險的女士 提供一些 乳癌篩查 這個我們覺得 今次政府提出這個 以風險為本的 乳癌篩查的先導計劃 都是回應了 我們一些持份者的訴求 第二部分 我們就認為 乳癌篩查 不應該是 有錢才去做 所以我們說 第二步走 應該就是 政府去考慮 在低低低地區的女士 為他們提供一些 篩查的項目 這些一定是 可以找到一些數據的 我們基於這些數據 就可以解釋 第三步 是否適合全民適靈婦女的篩查 沒錯 其實乳癌 不僅是影響一位女士 可能是影響家庭 所以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講講這方面的資訊 好 繼續我們談談 乳癌篩查的先導計劃 在直播室裡 除了一因之外 還有我們客席主持 張志雄Muffin 另外還有我們 香港乳癌基金會創會人 張淑儀醫生 還有我們癌症策略 關注組召集人 麥家欣先生 他是Semi 我們剛才說起 這個篩查 我們等了又等 都等了很久 但其實翻查一下 資料紀錄 我看回國際上 其他國家和城市 80年開始都有乳癌篩查項目 至少有34個國家 因為張醫生是專家 如果說的數字有什麼 你可以立即幫我們聽眾聽觀眾聽 至少有30個國家 以及地區已經推行了 包括英美、英國、加拿大 是免費推行 新加坡、韓國 亦有政府資助的乳癌篩查 現在我們終於等到 我們都要付出一部份的費用 出來去做 但我想看的是 其實我們香港患乳癌的數字 和婦女的年紀 是不是特別低 所以我們不做 其實數字是不是都很害怕 或者都是一個警示 其實我們真的要做 其實現在我們都算是遲了 其實乳癌在香港 自從1994年 到現在已經超過了四分之一世紀 都是香港女性最大的癌症威脅 1994年每年有1266宗 但到2018年最新的政府數據 已經是4618宗 即升幅超過三倍以上 所以1994年開始 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是對於香港的女性 是一個很重要的癌症威脅 到現在 我們每一天 有12個女性確診乳癌 我們的女性在香港 一生之中 大概有14個人 有一個是會患上乳癌 這個數字 比起20多年前 24那個已經是差了很遠 已經多了很多 所以面對這個嚴重的癌症威脅 我們覺得政府應該暫無旁態 要推動一些公眾對於語見的認識 以及一些語見篩查服務的認識 這個都自己作為婦女 我都會 我很認同一件事 就是我們早早知道 早些知道 去做一個相對 在之後要跟進 譬如說 可能你有這樣的風險 或者有這樣的機會患了 會不會額外做了一些檢查 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女士 我就覺得不要緊 我再做一些檢查 去確定我沒有病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知道 之前在政府做過 又在立法會那裡 都聽過討論 其實兩組聲音就是 避免有些婦女 過度恐慌地做了一些不必要的檢查 其實我覺得 在我們的女士來說 那些不是不必要的檢查 你有一個懷疑 剛才我記得張醫生所說 你要有一個警醒 你有這樣的風險 你再做一個相應檢查 做了不是 那就沒事了 好過就是 原來炸彈一直揹在身上 不知道你去檢查的時候 就覺得不好意思 小姐 你已經可能第三、第四期 以往就會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 令到救治的機會率 都可能會降低 會不會這樣 會的 其實如果早期發現的羽岩 當然我們在羽岩資料庫的統計 大家都看到 雖然羽岩資料庫看到 其實八成多以上的人 都是摸到救護士才去看醫生 通過羽岩篩查找到的人士 大概10%左右 而在這些沒有症狀人士 找到的羽岩 摸到救護士去找到羽岩 我們看到的分別很大 第一 癌症腫瘤的中位數是不同的 如果摸到先去看 即是2.5厘米 但如果通過篩查找到的癌症 那個長度是1.5厘米 即是小很多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分別 第二 如果篩查找到的羽岩 能夠做到保育手術 即是不用時間要割光 是超過一半的 但如果自己摸到救護士去看醫生 醫生才發現確診羽岩那些 只有三成的人可以做到過部撤除 即是大部分都要全羽防撤除 當然化療是癌症病人最辛苦的過程 癌症羽岩之中 如果是定期找到出來的羽岩 是四分之一以下需要化療 但如果摸到有事才去看醫生的癌症 六成的人都要打化療 所以生存率肯定會受影響 你未計數都會知道 對個人來說一定會受影響 對整個人去醫治的感覺 不用做化療的負擔 最好發現是愈好 沒錯 我聽完張醫生所說 我就知道為何政府一定要做這個先導計劃 因為用數據說了事實出來 數據就告訴你其實有需要 其實民間也有不少的組織 即是一直在做這個窗戶 我知道Sam可能可以多分享一些 還有一些數據 原來我們都給了政府 有些經驗告訴政府 沒錯 你一百了才跟Jayson去台灣 其實一直跟很多不同政府的官員 或者其他的學者都說 究竟華人社會的數據好像缺乏 我們當時想的第一步 我想是2019年年頭 張醫生說 OK 不如我們去我們鄰近的地區 看看哪些會做得比較好 當時我們就去台灣 其實當時我們都邀請了很多不同的其他的NGO 立法會很多議員 我們都邀請他們一起去考察 終於在2019年的8月 我們就安排去台灣 跟他們很多不同的單位 考察他們的經驗是怎樣 剩下的數據給我們知道 原來就是第一 越早篩查 控制乳癌的發病率 或者醫治是越好的 以這個台灣考察回來的 給我們的成果 我們覺得是非常之好 我們都分享了給很多食衛局 以及很多不同的立法會議員 Rebecca 當時也收過我們這些報告 我覺得是給了我們大家有信心 如何走前一步 不過數字我記得 我特地找出來 我找出來當年 為什麼呢 因為張醫生親自和Samuel 是來到議事廳 跟我們去 除了議員之外 還告訴政府 究竟數字有多重要 因為我記得當日聽到數字的時候 我都很震驚 原來幫到這麼多 那數字呢 如果你們可以說 你們去看台灣的研究 適齡的女士可以兩年 做一次的乳房X光檢查 他們在150萬名的女士 接受定期普檢 他們可以將第二期以上的乳癌 減低三成 而死亡率是減低四成 沒錯 其實他們都出了文獻 減低四成 這是很大 因為我覺得對我們香港的醫療負擔 或者對一個家庭的負擔 這是一個數字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其實你不用做些什麼 而是叫他去做檢查 就有這個成效 好像這個付出 和結果是非常之好 其實台灣那個西查的經驗 他們都是通過20年的研究去看出來 90年代初的做法 就是不如我們試試捕檢 就是找醫護人員去做 去做 去幫婦女做檢查 但是發現 這樣做法 都不能夠改變到乳癌的死亡率 因為國際上的乳癌篩查 用乳房X光 是可以減低死亡率的 平均減低三成 接著他們第二步 就是為高風險的女士 例如家族市那些 提供乳癌篩查 用X光造影來做 但是他們發現 那些人當然是有一個得著 但是都不能夠改變 整體台灣社會的乳癌死亡率 所以他們第三步 進行全民色靈婦女的篩查 就是他們是最初45歲以上開始的 就是為全民的婦女 免費提供乳房X光兩年做一次檢查 才得出這個結論 就是在第二期以上的癌症 可以減低三成 以及死亡率減低四成 所以他們因此 就是全民都推行這件事 究竟在接下來 我們的乳癌的抱歉 條路應該怎樣走 以及乳癌 即是對女士的影響 以及現在最新的治療方法是怎樣 大家繼續聽著 健康脈博 主持陳凱欣 好 我們繼續談談乳癌篩查的情況 我們剛才在節目前 我和客席主持張志雄和Muffin 都在討論其他城市地區國家 究竟是怎樣做 所以我們繼續跟我們的嘉賓 香港乳癌基金會創會人張淑儀醫生 以及我們的癌症策略關注組召集人麥嘉欣先生 我經常都很害怕 你講錯你的名字 嘉賓先生 就是Samuel 就跟我們繼續談 Samuel 我知道剛才我們說了台灣 其實內地都比我們走得很前 沒錯 其實內地很多城市 他們都第一做那個所謂公眾教育做得很好 雖然他們資源每個城市有差別 其實他們都可能有不同的公眾教育 還有一些簡單的篩查 還有在他們不同的公眾醫療裏面 是有一個挺好的分類 其實他們都走得很前的開始 不可以說每個城市都是一樣 但是其實整件事我們看到 他們怎樣去保護婦女健康 特別在乳癌方面 是下了很多功夫 所以在內地方面 我們有什麼經驗可以在香港吸取 其實在內地有城市和沿海城市和農村的分別 自從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沿岸的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廣州這些 其實的發併率都提高了很多 乳癌的發併率 所以當然城市的配套很多 甚至譬如說在廣州 他們有一些叫做流動的乳房X光車 到處去這些地方幫人做 而農村當然資源會缺乏一些 所以內地的衛生部 也都會投放資源去為農村的女士 進行兩岩普檢 包括了子宮頸岩和乳癌 這個已經20年前開始了 不是現在的事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達到第一步 我也覺得我們要慶祝 剛才聽到Marvin 我們一聽到流動檢測X光車 我們兩個都 兩眼發光 兩眼發光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都一直 我們都很關注香港的醫療發展 我們都在不同的平台 其實流動醫療車 我真的覺得香港是可以很善用 尤其是現在疫情之下 我們的旅遊巴 其實就沒有什麼作為的時候 其實政府可以將變形金剛 將它改革了 將車去改動 最新的那輛車 你說那個流動檢測X光車 會不會很複雜 還是很簡單已經可以做到 其實我們上次去台灣參觀 都有參觀的流動車 其實不是一輛很大的車 但它可以安裝了一個 預防X光造影的儀器在裡面 然後拍了在某個地方 已經可以開張 市民可以邀請上車去做 他們一天可以做50個預防X光 兩個技術員去做 都已經做了所有的事 將資料傳送到健康中心 然後去健康中心處理 X光醫生可以看片 所以這個流動的X光車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作用 我看回香港現在 我們講衛生署的數據 他們說這個篩檢計劃 是為期兩年 能夠做到的個案 是多少 即服務到多少女士 其實都是大概六千個左右 我解架的數據 如果說44至69歲的女士 在香港 根據政府的數字 這個年紀 是有150萬個女士 這150萬個女士之中 政府的風險為本的計劃 是看什麼的呢 就算你沒有乳房的家族的乳癌病歷 你如果是肥胖 缺乏運動 沒有生我兒子 不關事 當然不關事 沒有生我兒子 30歲以後才生第一胎 或者是生過那些量性的乳房疾病 或者是初經是早過11歲來 這些叫做高風險因素 而這些風險因素裡面 衛生署就說 如果通過香港大學研發的 個人篩查的風險 有個癌症網上資源中心的網 給他們評估 如果你是屬於25%最高風險的那些 那你就可以適合去接受 就是衛生署屬下三間婦女健康中心的資助 而這個計一計的數 政府衛生署的統計 在這150萬的女士 他們說成年人 大概一半的人是不足夠運動的 我們說什麼叫足夠運動呢 就是每一個禮拜 但是起碼有三個小時的中度運動 即是微微出汗 心跳增加 香港人其實到時候 一半都是 成功不足 所以說有75萬個女士 可能都是運動不足 只是單說這個風險因素 都已經有75萬人 如果計政府風險為本的工具去看 就是有25%的人 如果有75萬人 如果有25%的人 超過15萬的女士 是適合去做這個篩檢 根據衛生署的報告 所以15萬人 如果三個婦女健康中心 你為期兩年都做不到很多人 所以這個流動的檢測 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 當然我們除此之外 也有譬如我們羊行基金會 或者其他的非牟利的組織 或者是一些私營機構 如果能夠通過公私營協作 那就更加可以推動更多的婦女受惠 還有因為我們本講的技術 其實是否可以說 已經是我們有人才 又有軟硬件 其實可不可以說 我們已經很齊全 還有可不可以對比以前 所謂的錯誤檢測出的假揚性 其實是否已經降低了 其實是的 過去那麼多年 我們看看科技的發展 其實現在有很多 由所謂傳統的2D 至到3D的預防造影 已經將那個假揚性的 所謂的比例 大大降低了 剛才張醫生說 就是公私營合作 其實在香港來說 我們初步看 其實都有很多非牟利的機構 或者是一些私人的診所 都有不同的 都很高標準的 預防造影的機器 其實透過這些公私營合作 其實是可以找到一個 解決到那個人手的樽頸位 亦都希望這個先導計劃 可以看看公私營合作 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很期待 將來可以用到更多社會 不同的公私營的資源 或者下一部 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平台 剛才張醫生說 因為你們都看過 其他地方怎樣做 既然有這麼多人 是有需要這個 即是只是高風險 即是說做運動 我們很多女士 都未必達到這個要求 其實那個流動檢測車 如果真的可以考慮 希望政府聽到 我們會剪回這段傳出來 讓成為局 快地去考慮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還有另一件事 因為我們現在是44至69歲 有時候你不需要去到44歲 而是這個信息 在我們的社會 或者現在我們在電台 大家有討論的時候 根本一些年輕的婦女 開始都入路 其實他們如果有一個能力 或者可以自己都做一些基本的檢測 其實是可以影響到那個氛圍 雖然現在的受惠可能是44至69 但如果你想想 那輛流動車在市中心穿梭 他們慢慢都會記得 我今年有沒有做過檢查 或者這兩年內有沒有做過檢查 所以真的要多說一些 其實那個效益 未必只會在這個年齡 我會覺得 我同意阿欣 因為我們剛才也提到 張醫生特別提到 那個流動檢測車 其實技術的要求未必是很高 當然我們現在多了很多科技 所以這裏我又想八卦多一點 我知道其實外國 可能去到歐美國家 他們都開始了這些普檢西檢很久 所以可否都分享多一點 張醫生可能告訴我們 其實在外國的經驗是怎樣 外國有沒有做這些流動 甚至他有一個另外的方法去做普檢 甚至我聽過一些說法 其實他們不用錢 覺得那個經驗是怎樣 譬如英國這個流動車都不是現在 已經是80年代開始他們已經做了 因為整個英國這麼大 你去到一些偏僻的地方都是需要的 所以他們更多 他們一架機一架車出去 一天那個車可以做到70個預防X光造影 當然一定要有一個計劃 是否所有X光機的Center都可以這樣照 我們講一個有質量保證的與牙篩檢 不是說有機器就已經可以了 除了硬件之外 還要講軟件 硬件 剛才Sam說了 當然容易一點是最基本的 如果有些比較複雜的 或者有些乳腺密度高的女士 可能她或者用衣服更好一點 這個就是硬件 軟件方面也是人 人一定是技術員和醫生 即是放射技師和放射醫生 這兩個都是重要的 所以譬如英國的佈局 就是在整個國家裏面 有幾個大的重點 就是中心 就是乳癌篩檢的中心 這些全部都是政府的 然後那個中心底下 它有一些地區的社區中心 或者一些流動車 都是屬於這個健康中心的 這個健康中心 我們叫做篩檢的中心 就會將所有的數位集中去 然後那些X光醫生 就可以在那裏看片 然後出了一些報告 即是有沒有需要跟進 譬如有些可能需要再照多些東西 譬如要再照超聲波那類的 譬如有些可能需要抽針 他們也會有一些配套 轉介去抽針 所以譬如像我們乳癌基金會 我們的預見中心就不是照出來 有些不妥就扔給政府 因為政府都會倒閉 所以我們是 除了教育 就是風險評估 做預防X光之後 如果是有不正常的東西 我們的預見中心就會有些外科醫生註診 去提供一些診斷的服務 譬如要抽針 抽針確實是乳癌 我們才遞給政府 即是HA醫院 醫管局的醫院 他對於醫管局的外科醫生來說 亦都好些 因為你已經確診了 知道是有事沒有事 有事他才需要處理 他就不用有個瓶頸 就是彈X光片有事 我也不知道怎樣 我也沒有時間去幫他做抽針 這個已經是幫他解決了這個瓶頸的問題 為何我們經常都說 希望做一個普檢或是篩查 其實乳癌對女士 甚至整個家庭的影響 看看張淳醫生 其實在2005年創立了乳癌基金會 我亦都看到你是首位為患者 進行乳房保留 以及乳房重建手術的醫生 不如跟我們的婦女 甚至男士都需要知道 因為如果太太或身邊另一位 在身邊的人患了乳癌的話 其實如果我們沒有及早發現 可不可以講一講 對女士甚至對她的家庭 甚至未來的生活的影響是怎樣 其實對一個女士來說 如果患了癌 女士很多時都是先將家裡的東西擺放 子女擺放 老公擺放自己的最後 所以如果有事 可能都會說 我的子女要上學 可能要讀書 我就先將自己的東西擺放 搞定其他家裡的事務 才搞自己 可能已經遲了 其實怎樣叫遲了呢 如果你摸到一塊硬塊 如果你還不去看醫生 三月之後 我們在医癌基金會的資料 會看到 就已經差了 如果延遲是超過接近一年的話 第三第四期是高了的 所以我們都會呼籲女士 就算你還沒去做西茶 如果你摸到一些東西不妥 你就要不要太久了 我們說最好 起碼三月之內 就要去看醫生 最好一個月之內 就要去看醫生 搞清楚沒事 你就放心 所以其實女性 就算是 除了職業女性之外 家庭主婦 都是家庭的中心 有些家庭的CEO 或者叫做Holamaker 如果她想了 老公就很慘了 因為我都見過很多例子 所以老公陪太太來看病 那老公都很慘了 不知怎麽算好 反而病者自己更慘了 所以可以看到女性 其實家庭的地位都很高 如果沒有了 子女就顧不了 老爺奶奶也顧不了 老公就要上班 所以我經常都說 雨癌不是一個女士的 只是女士的事 是一家人的事 所以越早拿出來說 會好些 譬如我們經常都做 每兩年看劍一次 可能兒女或先生會說 你做乳癌西茶 做乳房造影 我覺得這些對話 其實可以開放一些去談 健康默薄 主持陳凱欣 我們繼續跟香港乳癌建議會 創會員張淑儀醫生 和癌政策 關注組織 密家欣先生 Sammy跟我們 繼續談談乳癌西茶 以及乳癌的問題 剛才說到之前 如果一個婦女患了乳癌 其實不是影響自己 是整個家庭都會有影響 但我想問張醫生 會不會有些婦女 甚至乳先生 可能對乳癌檢查 會有誤解嗎 可以在這裏分享嗎 是的 其實我們乳建中 都試過 我們為低收容婦女 提供乳防X光造影檢查 有些先生是不准太太去的 為什麼 因為你除了上衣 被人摸 不行 其實乳防X光造影是什麼 就是操作的放射技師 總共都是女士 所以各位男士 有些人可以放心 有些先生門可以放心 因為X光是一個軟造的X光 跟這張廢片不同 將乳防放在一個片上面 然後夾著一下 然後就會照 所以這個過程 全部都是女士 即是放射技師 是女技師去操作 其實電量很低 曾經有些人都說 會不會影響她的輻射 基本上如果兩年一次 就算做十次二十次 都不會對人造成一些很大的影響 我們在醫學上 雖然理論上說 她又有少輻射 但比起我們每個人的背景輻射 是很少的 我們每個人的背景 一年的輻射 是三至五毫氣的 而做一次預防X光 是0.8毫氣的 所以其實 你的背景輻射 已經等於照八次預防X光 所以是安全的 這方面可能要男士 都是幫忙 了解多些 宣傳多些 跟張醫生分享的時候 我們都有很多個案 就是 丈夫說 這些不要說 這些不想談 甚至說 沒事的 怎麼會有的 這些是老人家才有事 即是很多誤解 即是在丈夫的層面 其實我覺得 男士都應該 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即是他們自己 男士健康 很多男士的癌症 其實他們都應該 自己都想照顧一下自己身體 早些去檢查 例如前列線 這些都是 我覺得現在的趨勢 就是越早做多些定期的檢查 其實是可以控制得很好 所以那個 我想民間 或者我們 廣大的朋友 宣傳 關注乙癌的訊息 很重要 可能我也要問 張醫生和Sam 接下來你們 會不會有些什麼 動作 有些什麼工作 會再推廣 多些 大家多明白 乙癌西茶的重要性 是的 其實乙癌西茶 乙癌最重要 一定要自己保護自己 在個人的預防措施上 正如說 缺乏運動是一個很高危的因素 所以運動是重要的 所以接下來 我們10月 是國際的乙癌關注 就會做一個 乙健同約動2021 這是香港乙癌基金會 第二次在線上的籌款活動 而所得的線款 當然是幫我們提供 正如說的 乙健檢查 尤其是為低收入婦女 和患者的支援服務 賣出一部就是我們的主題 今年我們看到 衛生署可以賣出第一部 通過乙癌的先導計劃 乙癌西茶的先導計劃 所以在這個活動期間 我們知道 每一天有12個女性確診乙癌 如果能夠完成 走了12公里 無論是步行、跑步、行山都可以 你們可以報名參加 查詢電話是31437371 或者是上網 就是pinktogether.hk 去報名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幫你放上健康物博的資料 如果剛才參加的朋友 可以留意網上 我們會發放這方面的資料出來 但我們也想問 除了我們的乙癌補查 我們今天的節目也說了很多 近來不得不提 麻煩我們是甚麼 當然是疫苗注射 沒錯 好像疫苗注射也有些事 提醒一下大家 對嗎 因為乙防抑桑造影 是會看到膝蓋底 因為有0.5%的乙癌病 是通過淋巴發大才發現到乙癌 最近很多人都打疫苗 疫苗是什麼 我們打在手臂上 就會引起液窩的淋巴發大 是一個身體防護的反應 發大就會製造一些抗體 然後通過一段時間 慢慢就會收復 但如果你打完疫苗之後 去照預防X光 或者去做pact scan 就會看到淋巴發大了 以為自己可能有癌症 我們曾經有些例子 是這樣走來看醫生 所以我們根據外國 和我們香港的經驗 如果你要打疫苗的話 最好四至六個拜後 才做して看以防X光造影檢查 或者pact scan的檢查 如果你是 unaamp 不幸運 打了疫苗 但又有柔癌 再照照一下 也不用擔心 因為導演醫生 可以用其它各種方法 比如抽菸 去確定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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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ào 當然 在節目完結之前 一定要問 症癌子 除了母女 為本 various男性 也會有病況 其實可否介紹牧 因為現在我們的篩查是44至60多歲 不如說一說我們應該抱著什麼態度 平日生活要怎樣 我們可以做什麼自我檢查 如果沒有跌入篩查 自己又想做檢查 又有什麼選擇 應該怎樣做 可否建議給我們的聽眾和觀眾 其實我們講的高科目因素 只說運動是很重要的 運動除了可以防止癌 亦可以防止其他癌症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 食物方面我們應該清淡飲食 新鮮的食物 少一些醃製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防腐劑多的食物 都要減少 例如燒飲食 直接燒一些肉類 會產生一些 我們叫做Casinogen Promoter 會影響容易患癌的一些因素 所以食物方面比較新鮮 政府經常說的小鹽小糖小油 這些都是正確的 除此之外要保持心境開朗 還有睡眠質素要好 都市人也要有些時間去減壓 這些都是我給各位的四大忠告 如果他們沒有掉到西查那裏 應該怎樣 那當然呢 我加了一點 就是剛才Rebecca說的 如果沒有掉到西查那裏 其實香港人做體驗都越來越多 每兩年或者每三年 開始做體驗會多 我想大家要注意你做體驗的時候 那裏清單有沒有做 剛才張醫生說的預防造影 如果沒有你可以問一下醫生 既然你都願意去做一個定期的體驗 那其實那個都做完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會失去的 其實我也曾經有一個同事 就是他的員工 就說你們女士都應該要去做檢查 其中的員工是完全沒有想過要去做預防X光 那老闆叫他去做 做出來怎料真的有預防 所以就不要等到有症狀才可以做檢查 那就是Sam說的 體驗很多時候 那些人以為我驗血就會知道你有沒有癌症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 那譬如乳癌 就不可以驗血知道你有沒有乳癌 是一定要通過預防X光 最正是現在來說的國際的黃金標準 最後如果真是萬一真是不幸 婦女真的確診有乳癌 現時的治療 是不是我們香港也走到很前面 其實香港的醫療是做得很好的 我們乳癌的治癒率是10年85%的存活率 所以我們醫生能夠做到醫治乳癌的水準是很高的 所以有時候不要遲疑 早點去看醫生就早點去醫治 這個真的很重要 你好Muffin 所以我們這一集節目 很希望各位女士或身邊的男士 都應該用一個比較開放的想法 就是我去做乳癌檢查 早點知道及早發現 早點治療是一個最正確的方向 即使你未跌入西茶檢查範圍 如果有需要 相信請教你們的醫生 他們一定會作出適當的安排 還有支持身邊的人 如果真的有乳癌的康復者 大家一起支持一下 沒錯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聊到這裡 下一集健康物博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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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